今天呢 我想要來開箱一間在高雄 開一段時間但是我一直都還沒有吃的一間 韓式炸雞店 對 那這間炸雞店呢 它其實一開始好像 在北部才有 然後後來在南部才射點 對然後一開始其實生意真的超好的 就是一直都吃不到 然後聽說電話就是完全都打不通 前幾天經過的時候發現 好像人潮沒有像以前這麼多了 今天我就早一點起床 訂一下這一間起家機炸雞 可以用電話然後也可以從那個網路 訂倉只接受當日 它這個全餐全機系列的話是二到三人份 這個招牌羊釀好像是比較多人推啦 就還蠻經典的 然後還有一個叫 這個叫頂級洋釀 哇辣味看起來很好吃 青蔥 青蔥那個的話我覺得好像韓劇裡面都會有的 可是它這一個口味我 用圖片上看起來好像沒有那麼吸引我 配上的話是韓式炸年糕跟現炸薯條 還有一個韓式手作飯糰 看起來都蠻厲害的 韓國的水梨汁我倒是還沒有喝過 因為之前有喝過白葡萄 點一個水梨汁好了 它有一個叫歡樂套餐 歡樂套餐裡面的話是可以 自選一個去骨炸雞 那我就選招牌羊釀 那配餐的部分我就選一個手作飯糰 然後跟炸年糕 我就直接到現場拿 然後等一下直接拿回來之後再 吃吃看 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覺得這間店怎麼樣 因為其實真的太難訂了 我真的是從這間店開了到現在 應該足足等有接近半年吧 那今天終於可以吃到了 我就直接點這個套餐 它是兩人份的啦 那沒有吃完的話我就晚一點 一樣可以把它當成晚餐吃 要取餐 對 姓陳 前肌跟酒精那有多好嗎 那我真的超級的 喔 拿回來了 起家機 外面超熱超熱 這個提盒其實有設計過的 它上面這邊的話是可以 有一個洞 拿來放飲料的 還蠻特別的 很用心欸 他們這個來另外放 酸度剛好 故意用這個包裝 把這個菜頭用起來 因為有些店家 他們的菜頭啊 用很大的一個鍋子裝 那變成說一直開開關關 其實 多少少會會影響到這個菜頭的味道 因為畢竟這是醃製過的 不能追蹤 感到cznie 吃完了 麵糕像是韓國人 辣炒年糕 好不好 這可以吃的 不要說豆子 自己爽 對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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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做的不太好 這間開在香港嗎 是否開的 沒有 開很久了 一隻嗎 他生意很好 好 之前都買不到 這幾塊那多少 719元 什麼 我這飲料嗎 這韓國水梨汁 你看看 55元 哇 還可以啊 看 不錯 這個讚 這個也可以購買這個 這個可以嗎 好喝 好喝 你們一個來的味道 還甜甜 不會痠 我就要吃甜 這個就好 這雞肉超嫩 好喝 好喝 辣媽 先退場 好 本來今天就是 我自己要開箱給大家看 想說分給辣媽吃看看 他這個辣炒年糕我覺得辣度 做得很剛好 年糕本身的那個 軟硬度 比較偏Q一點 有一點嚼勁 這一個招牌洋釀 他這個醬真的很厲害 從來沒有吃過外面的韓式炸雞是像這樣的醬的口味 真的味道做得很好 其實如果朋友比較多的話 是可以多點幾種口味 那像我自己一個人吃的話 我就點一個最經典的招牌 它的每一塊炸雞啊 大概是我半顆拳頭大 重點是它吃起來沒有那種雞燒味 有一些韓式炸雞它的雞啊 吃起來都會有一種味道 然後皮也不會太厚 喔 不會咬開的時候它的皮質不會很厚 Sustainability 放鬆 發唷 散場 散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